华语在世界各地是越来越夯,未为风潮 就连美国当地的许多学校也把中文纳入了学科教育 此季美国新德系分会就连续第三年已经举行中文演讲比赛 除了报名的人数增加 当地美国人也为了要参加这场比赛 每天练习相当重视 另外在加拿大的慈祭人文学校 也为了要加强孩子的口语能力 举行了一场诗歌的朗诵比赛 毁一堆一舍 无奈走一片云彩 毕业班的孩子以再别康乔 展开这次的诗歌朗诵比赛 虽然生长在加拿大 不过透过练习他们的中文说得很清楚 从高年级中年级到低年级 大家以拿手的表演挑战最高荣誉 低年级组以二年成班的妈咪我爱你得到冠军 我爱你 我好爱你 我永远爱你 对中文的重视不只是在加拿大 也不屑于华人 在美国新泽西分会举行的演讲比赛上 就看到有美国人来参加 就是这些我说 妈咪会在我的蛋糕上多分一些糖妆 凯登的哥哥也一起报名 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这可是他们每天练习好几个钟头的成果 透过他们的参加 可见中文在世界各地受到重视的程度 而身为华人子弟更是不能忘记 过简单的生活会让我们的物欲降低 白脑减少 来询问综合报道